Hello,大家好,我是马克西,欢迎来到马克西说澳洲 今天这期视频呢,带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访问天空之境这个景点时候呢 住的这个民宿啊,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呢,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OK,我们到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是可以停车的啊,可以停三辆车都没有问题 这边呢,是前院 这个房子呢,建于五六十年代啊 所以说是比较有历史的一个房子 整套房子呢,是两房一位 一厅啊,客厅特别的大 一家子居住的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我带着父母还有孩子啊 一起来居住 那大家比较好奇的肯定是这个价格是多少 对吧,那价格的话呢 是一晚上290澳币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吧 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因为我们也是订的比较晚 如果提前个两三周的话呢 应该价格还会便宜一些啊 整套房子呢,是看得出来还是比较原生态的 稍微呢,做了一些简单的装修 那老时候的这种房子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它这个层高啊,非常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层高是挺高的 那我目测的话呢 应该有2米8左右 所以整体给人的感觉呢 就比较常量 并且呢,比较舒适啊 这个层高的作用呢 还是相当危险的 这个就是卫生间啊 卫生间的话呢 唯一的小缺点就是没有浴缸啊 它只有淋浴房 因为空间的一个限制 整套房子的后院特别的大啊 这个后院的院子呢 其实再造一套房子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呢 以前的人呢 本身基本上就是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啊 不太会大家庭居住在一起 也没有所谓的客房的概念 所以呢 本身的基本需求 孩子一间房 主人一间房 就够了 没有必要呢 放一堆的卧室 并且把房子造的特别大 还是一种反普归真的概念啊 那这边是厨房 厨房也是民房啊 并且有一个挺大的一个橱柜 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民宿的主人呢 也比较贴心啊 不仅给我们备好了毛巾 还有浴帽 包括洗发液啊 还有洗鱼露啊 反正该有的啊 全部都有 这边的话呢 就是客厅啊 客厅呢 做了一个分区 这边是客厅看电视的地方 里面呢 是餐厅 整个生活区域的空间啊 是相当大的 所以呢 这边啊 我们这次是有点赶 基本上就是晚上才到的 然后第二天白天游玩就回去了 所以基本上就住了一个晚上 比较粗毛的 如果呢 是小长假 小假期的话 我觉得来这里住个两天啊 甚至三天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呢 这个就是分享视频啊 所以说呢 是没有任何商业因素的 大家就不要问地址是哪里了 好吧 总而言之 如果你们去找Sea Lake的民宿的话呢 一般都能找到的 那这边呢 就是后院啊 我们可以看到隔壁人家 还有一棵橙子树啊 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大桶没有 右边的这个绿色的大桶啊 这个就是蓄水桶 用来呢 收集雨水啊 用雨给花园浇水 并且冲马桶使用的啊 大家可以看 这个后院真的是相当之大啊 再造一套房子 绰绰有余 完全没有问题啊 那屋主还很贴心的 在后院放了西洋旗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下下西洋旗 墨尔本呢 像这样的民宿 其实还很多的啊 墨尔本也有很多的旅游小镇 所以呢 在周末的时候啊 难得忙里偷闲 出来度度假 住这样的民宿 是很不错的体验 我们下来的旅游小镇